来上场的这位普通的处师 因为特殊的长相 和时下鼎鼎大名的卡通形象 撞了一回脸 黄斌的出场 引得现场观众一片惊呼 像太阳光伏 那样看起来很模糊 穿住生活运气 最像是几年冬云前 好 黄斌的出场 哇 唱首首 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光师防强港的真人版光头墙 哇 好像 波波老师好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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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 这太像了 大家好 好 我是正月板光头墙的儿子 黄凯基 在我们惊讶于黄斌那搞笑的外星时 他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真挚的梦想 我想到偏隐山区 一些不发达的地区 给小朋友表演 让小朋友的生活更加愉快 因为我曾经是一位留守儿童的父亲 因为我懂得就是留守儿童的那种无助和孤独 2004年 父亲生病 走的时候欠了很多债嘛 而被不无奈 我两夫妻就跑去广东 上头那边打工 对他们两个在家里 头痛 发热 没人管得了 没人帮得了 所以我想进我 这个利用我这个卡通形象去 带给他们一些快乐 曹西 因为那个 熊出没的出品方 叫《放特欢乐世界》 他们是一个主题儿童乐园 对 然后他们有一些类似的活动 你想不想 增加混合起来一块呢 看给孩子们带来快乐 想 想吗 想 OK 准备投票 每个卡通形象 都有它惹人喜爱的理由 走进现实的光头墙 希望你的出现 给更多孩子 带去更加现实的快乐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